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弹射新国产航母首次有代表官方的效果图出现 从图中的信息,我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中国国产弹射航母的技术特点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图背后有哪些信息 从图中不仅能看出国产弹射航母舰岛与之前武汉某地的航母陆地试验平台上的新型航母舰岛极为相似 也能看出其携带了固定预警机,而且装备了包括弹射器、一体化隐身综合为该等装置至公开的信息 我国目前已经有潮不稳的在上海长星岛上的将南造船集团有限公司的长房内开工 建造据称代号为003代国产下一艘航母,以下简称003 而跟此前我国改建的16号舰以及自主设计建造的据说前号时期的第一艘国产航母相比 代号003的国产航母最大的不同,就是采用了舰载机弹射起飞的起飞方式 因此相比此前两艘采用划决起飞的中国航母来说 无疑003的起飞效率以及所携带的舰载机运行会更加高效和丰富 且003航母的舰载机弹射器根据相关消息推测 应该是比真气弹射器还先进的电磁弹射器 这样一来,其弹射器飞舰载机的效率无疑要大大提高 而根据今天中传众公文信公众号所曝光的图片来看 这艘14003的国产下一艘航母也确实装备了弹射器 其数量为三部,采用首二协一的弹射器布局方式 虽然目前网上关于各三部弹射器如何布置更为合理 还存在许多说法 有的网友认为首一协二才是最有效 但至少从今天的CG图而言 似乎首二协一的布局才是为了003弹射器的正确布局 关于三条弹射器应该如何布局的争论由来已久 不过从相关技术书籍来看 至少首二协一的布局在国内是比较推崇的另外 从这个图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003的键道上方安装了类似于055万多大区的一体化隐身综合围杆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有效减少航母的LCS值 且由于采用了一体化隐身综合围杆设计 那就是必会采用所谓的键在综合视频管理控制系统 如此便可更进一步的减少舰上不同雷达电子设备工作时互相干扰的问题 此前曝光的新型舰在固定翼预警机想象图除此之外 在今天关于003的飞机概念图中 我们还发现了几件上携带有舰在固定翼预警机 这就说明我国在未来的弹射型航母上 采用舰在固定翼预警机是一条必经之路 而相比此前的滑车航母上的舰在预警直升机 舰在固定翼预警机无论是预警指挥能力 流空时间和飞行距离等都远不是前者所能比拟的 因此舰在固定翼预警机的上舰也将更进一步 增强我人民海军未来航母编队的作战能力 首艘国产航母毕竟还是脱台于苏联舰体 弹射航母的出现将是彻底中国造因此 综上所述 目前正在开工建造的国产下一艘航母003舰的作战效能 将极大的超越此前的16号辽宁舰 以及正在进行试航试验的国产第一艘航母 从而为未来我却真正走向深蓝 打下一个坚实的机会